2021赛季羽毛球试景赛即将在12日开战 中国羽毛球队在抵达西班牙维尔瓦之后便开始进行备战 本次试景赛是本赛季世界雨联的压轴大戏 但众多名将的缺席让原本精彩分成的羽毛球顶级盛宴变得星光暗淡 本次羽毛球试景赛中国队派出三名男单 四名女单四对男双三对女双和三对混双的阵容 虽然奥运女单冠军陈宇飞混双冠军王一律黄东平均无援示警赛 但给了其他队员挑战和超越自我的机会 对于本次比赛哪几位球员值得关注呢 首先是九树战阵的郑思维和黄亚琼 2021赛季似乎对这两人并不友好 终极目标东京奥运会遗憾摘赢 让郑思维和黄亚琼一直耿耿于怀 此前黄亚琼在接受采访时更是透露 每当自己想到奥运会决赛 心里都会很痛 但结果已定 自己需要学会慢慢接受 收拾行装再出发 紧接着陕西全运会 原本期待复仇的王一律和黄东平 夺回世界第一的位置 不想最终又被对手实现逆转 两次败仗 让郑思维黄亚琼迷失了方向 之后的几个月 他们决定暂别赛场 给心灵放个假 本次是锦赛 郑思维和黄亚琼决定再度出击 作为混双项目的未免冠军 两人的唯一目标就是夺冠 其次是东京奥运会女双亚军 陈清晨贾亦凡 整个赛季 两位姑娘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不知为何在一片大好局面下 却在最要命的奥运会女双决赛 失去了状态 从整个格局来看 陈清晨和贾亦凡综合实力 要强于日本队和韩国队的女双组合 之前的苏迪曼杯和尤博杯比赛 凡臣组合都为球队的夺冠 立下了汉马功劳 本次是锦赛 如果两人能够加冕冠军 巴黎周期他们将赢在起跑线上 最后是女单二姐和冰娇 相较于前两个赛季 和冰娇的成绩和实力提升显著 尤其是在减肥成功之后 她的跑动能力和场上的连贯性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的国语女单 陈宇飞是领军人物 尤其是拿到东京奥运会冠军 和全运会金牌之后 她成为了国语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而处于同龄段的和冰娇 面临的处境十分尴尬 对于她而言 职业生涯最高的状态就是这几年 如果不能够抓住机会 或许带着遗憾结束羽毛求生涯 本次市井赛 和冰娇若再不豁出去 可真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本次市井赛之前 奥运冠军陈龙傅海峰也对国语的成绩进行展望 两人都相信混双是最有把握夺金的项目 而女双女单等其他四个项目 需要靠临场发挥 市井赛在即 国语准备好了吗 罗掌柜